大家好我是赛先生出绝工厂的Kevin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双人听诊器 既然是双人听诊器我们就要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山姆先生 山姆先生是诞生于1949年 他是专门做汽车撞击测试用的人 好那首先再为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听诊器这件事情 理论上听诊器他并没有办法把声音放大 听诊器跟太阳一样 就是说太阳照你的时候我们用放大镜 并不会让你太阳的热能放大 他只会让他集中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的时候 我一个大的放大镜放到你的身体的前面 理论上你受到的太阳照射的量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集中的部分你有可能会超回答 所以原则上听诊器的功能就是说 他能够把声音更集中 然后更隔离一些 然后让你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声音 那所以所以首先就是要教大家 要如何设定你的听诊器 那因为是两个人用的 今天我们跟山姆会共用这样子一个听诊器 你拿到了听诊器的时候 然后呢 山姆先生你要拿一下拿一下 他会像这个样子 那你如何正确的设定呢 你要让他能够完全符合你耳道的形状 所以你这样子塞进你的耳朵呢 这样子塞进你的耳朵 他并没有办法完全密合 所以理论上你要把听诊器呢 这两个管子折成向前 斜斜的向前 稍微像这样子折到前面去 折到前面去 他会形成这样子的形状 因为你的耳朵会从后面出来 所以你要折成这样之后 然后再把它放到你的耳朵来 你家有小朋友也要帮助他 这样这样向前 然后把它张开 然后塞到耳朵里面去 那这个听诊器啊 一般的听诊器 高级的厉害的听诊器 还有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这个啊 它有我们称为这个是磨面 磨的一个面 它后面其实这个啊 是一个中面 一般磨面就会听一些比较高频的啦 像什么心肩脉啊那一类的 那中面就会听一些比较低频的声音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切换来选择 你会听到叮一声 叮一声就是他的 他选择在哪一面这样子 因为有些人 他他他他他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心脏在哪 然后就乱乱听 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你就是左锁骨 左锁骨中间下来 第五根肋骨 那你会有个心肩脉 大概在哪一种的位置大概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会做两个人的听诊器 原因就是因为听诊器 如果只有一个人听得到的话 那会很尴尬 就是我听到之后我拿给他听 他又没有听得到 然后我又在他说没有啊 我说有啊再拿过来听 然后有啊没有啊 两个再入来入去是不行的 所以啊 山姆他理论上会跟我听到一模一样的声音 举例来说 如果你家有小孩了 小baby了 小baby像这样子 我们山姆的小baby 小baby要温柔一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听小baby的心跳声 或者看看呼吸有没有很喘 如果小baby出去跑步回来的话 会很喘的话 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喘的要命 所以理论上就是可以爸爸妈妈一起听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或者是山姆假设是一个小姐 那如果他肚子里面已经有了生命 假设这已经是一个五岁大的小朋友了 就可以听 他跟我就可以同时听他妈妈的肚子里面 小朋友的声音 这样子小朋友的心跳声 小朋友就很开心 有时候不是妈妈整天肚子里面都有小baby 所以有时候就可以听爸爸 山姆是爸爸了 假设他是爸爸 那你就可以听他大肠这边的声音 如果你听到一些蠕动声 在医学上我们称为 医学上专有名词我们称为死在滚 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处去听各种不同的声音 假设我跟山姆出门 然后就去听听树的声音 你可以听听各种奇怪的声音都可以 你也可以拿去听家里宠物的声音心跳声 我之前拿去听猫咪 听猫咪有一个问题 我的猫咪一碰到这个整只就很开心 所以整个就听不到猫咪心跳声 只听到他整只很开心的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你到处去探险 可以到处去听各种不同的声音 如果他山姆的心跳已经没了 我们可以听看看他还在不在 没了 已经没声音了 现在听起来是没声音的 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带起来 但是你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到处去听各种不同的声音 然后可以到处去探险 去听树 去听地底下的声音 听听隔壁 尽量不要去听隔壁的声音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安全的说明 就是尽量 不是尽量是绝对不可以 人在听东西的时候去弹他的面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原则上还是一个听诊器 不要有听诊器 刚才有说到 他会把所有的声音集中 灌到你耳朵里面 所以弹磨面是会害到听觉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听诊器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到处按订阅 我其实不太知道订阅在哪里 谢谢大家 的话 谢谢大家 Tallinn 那么 梁